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5月27日 星期四 要跟大家說一下 廣州 淪陷的事情 昨天我們說 也是點到即止 因為 廣州的情況比我們想像中更加惡劣 他的飲茶群組 再多三人染疫 現在 為什麼會這樣出事 疫情 開始 大爆發 最新的數字 大陸星期二 新增了13宗確診 其中一宗是本土個案 來自廣東 其餘12宗是境外輸入 分別是上海6宗 四川兩宗 江蘇浙江 福建 陝西各一宗 大陸的累計確診病例 死亡數字全都沒有意思 不過不要緊 現在廣州新增了兩宗本土確診 以及一宗本土無症狀感染 三個患者是同住的家人 是在荔灣區人民醫院排查中發現 列為確診的兩人分別是74歲姓宋的女人 以及11歲姓 她的男孫 前者曾經跟 另一個確診者 同一時間 在另一間茶點軒喝酒 這個就是飲茶群組 至於沒有症狀感染者是姓宋 女人的媳婦 姓雷的媳婦 在美容院上班 荔灣區疫情防控指揮部要求確診者 所住的學員小區居民 小學的師生 同住的家人以及附近的民眾 盡快接受檢查 並在取得結果前不要出外和聚責 但是 現在 廣州朋友傳來的短片 誇張得不得了 整個荔灣區 全部都是人 每個人都在排隊接受病毒檢查 之前提到的茂名 新增一宗無症狀感染 姓姚的女士 說過了 也是 在荔灣區的另一間茶點軒的服務員 在 在這裏 在做的 這是確診的 是隔離酒店的 是隔離酒店的 是隔離酒店的茶樓 因為 他 送餐的時候 沒有帶口罩 這樣就糟糕了 現在廣州市面 出現了大量的人籠 每個人都在排隊做檢測 很誇張 他們 他們 深圳好 廣州好 深圳最誇張 深圳大學 舉辦了打疫苗送荔枝活動 接種疫苗的師生 可以拿一袋由校方種植的荔枝 第一次吃到學校的荔枝是因為要打疫苗 十分開心 覺得很棒了 發財了 無端端有這個 荔枝吃 現在 荔枝區 可以說是 爆發得很誇張 因為 爆發的 不是疫症 爆發的是恐慌 因為現在 據說 廣州在荔枝區有123萬居民 全部湧出 排隊要做檢測 人籠 長達幾公里 因為地點太多 試劑也都用完了 內媒 27日凌晨 即是今早上凌晨 公佈 深圳市 龍江區新增的兩個無精壯 廣州當局要求黎灣區百多萬居民要在26、27日完成檢測 如何完成呢 百多萬居民 大批民眾昨天開始擁有街上排隊 至今早凌晨 仍然有大批民眾聚集 部分檢測點的試劑已經用完了 民眾批評當局安排混亂 擔心因為排隊群聚而受到感染 深圳也公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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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名無精壯感染者 分別是54歲姓楊和15歲姓河 少年 兩個人都是居住在龍江區 玄山街道 安良社區 但是不是居住在同一條街道上 兩個人都是當局重點的人群 檢測 這個 發言 兩個人同時也去過海立展示工廠 姓楊的男人就是這個工廠的工人 兩個病毒檢測呈陽性之後 都送了去深圳 第三人民醫院 就是他旁邊的 兩個人住的地方 逃經的地方 都已經完成消毒了 深圳 廣州市今天 要求黎灣區123萬8千個居民 要在兩天之內 兩天全部接受病毒檢測 更加定名 要求英檢盡檢 不漏一壺 不樂一人 晚上外出檢測的人眾多 幾千人在滿意的街上聚集等候 人龍去到幾公里長 龍尾完全看不到 沒人看得到龍尾 直到今早凌晨 街上的民眾也沒有散 因為根本還沒有檢測到 部分地點 因為人太多 試劑全部都用了 引發民眾批評當局組織不力 被稱為 全國反面教材 網民 提出 不怕排不了 就是怕集體感染 畫面可見是人聲沸騰 整個禮灣的居民都在排隊 其實當局 為甚麼要求兩天之內要做完呢 很多人都沒有吃飯 尤其是老人家 其實 是不是有這樣的必要呢 你自己也做不切啦 你要求所有人 昨天我看過你那張照片 我初初以為將軍澳來那裏 可不可以看看是不是廣州來的 民眾 批評廣州當局 根本沒有任何規劃 完全是 弱石亂頭 病急亂頭医 他有多少人 你知不知道 每個檢測店都爆了 市紙都沒有 檢測甚麼事呢 方村體育中心核酸檢測點 他說他是老母 從5時半排到現在 昨晚5時半排到現在 都沒有人可以做到測試 因為沒有試劑 荔灣區政府是怎樣做事的 要人去做檢測 但是沒有試劑 很多人會鼓吵 他 排到很多小時 他們說現在市民很恐慌 是真的人心惑惑 因為 場面很嚇人 排隊的民眾認為 數以萬計的民眾在街上排隊 群聚 比病毒更加危險 排隊的時候根本沒有一米距離 當然是人踏人 一大多人就在那裏 風險比在家中更高 網民更加質疑 怎麼可能兩天之內完成呢 千多人的距離 近距離的排隊 感染的機會比在家中更大 全部都是人踏人 這個絕對是全國的反面教材 廣州市 當局26號將荔灣區 學園小區的東部 由低風險地區調整為中風險地區 當地的少年工也宣佈了 將會取消26至30號的所有課程 廣州當局通報 姓宋的17歲少女 因為 25日 因為發燒在醫院求醫 而且接受病毒檢測 26日上午發現 實情是陽性 少女的樣本交市區 疾控中心檢測 之後也是陽性 現在送到廣州市地什麼醫院隔離 由晚排到早 由早排到晚 流行病學調查發言 宋女 住在海珠區 瑞寶街南州名苑 就讀廣州市興工 高級技工學校 沒有住宿舍 平日坐巴士上學 過去14日沒有去過高風險地區 本月22日一個跟姓宋的確診者 去到他家作客 他就跟朋友和四個親戚一起吃飯 當局已經檢測50個密切接觸者 其中46人進行檢測 今天 上班就開始接收各種人心惶惶的 荔灣區感染訊息 這些個案 內地民眾不斷接觸各類的消息 令人心惶惶 當局對荔灣區民眾發出通知 指區內的各街道將會嚴格 實行疫情防控管理措施 以及居民單位 設立核酸檢測7點 確保做到所有人都檢測 一不留一戶 已經檢測盡 其實 他們 所作所為 絕對是擾民 香港其實已經在做了 不過這次 我想跟大家說 全國港島 百多萬居民差不多全國港島 他的意思就是 全國港島的人 要兩天之內做檢測 可能性大不大呢 其實 不可能 百多萬居民 在兩天之內做檢測 你有沒有那麼多人 你有沒有那麼多士子 所以 我們也看到相片 我們也看到片子 很像 即是智能的 網友說 排了幾個小時 全部 都不知道在排什麼 前面也有人打尖 警察也要來為時 有人吵架 還有 這麼長的隊伍 不斷壞大 其實真的很好笑 現在 其實廣州市政府在做的事情是真的 沒有什麼反面教材 你不如試試香港那樣吧 你跟香港居民說 現在香港很危險 你們兩天之內 全港島區 全部要去做檢查 你看看會怎樣 保證 爆得更嚴重 那麼多人一起聚集在那裏 我也覺得奇怪的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視頻呢 就是突然間 好了 為什麼突然間會這樣做呢 我想跟大家說 因為 其實疫症 從來都沒有離開過大陸 只是他有時隱瞞 一宗兩宗 他就照報了 實際上有多少 暗中出現了呢 真的不知道 而且這次 印度回頭的疫症 他們覺得很可怕 因為這個 估計他們搞不定 就是 這個變了種 在印度 浸了一層鹹水之後 變成 可能 混了咖哩 回來回歸祖國的壞店 他們完全應付不了這些東西 打針 我不知道有沒有效了 因為輝瑞據說對印度變種有效 有70%有效 大陸的疫苗 未必有效 他們 很害怕在廣州 有一個大規模的爆發 然後 全國也是很害怕 因為 你不知道 爆發點是去到哪裏 現在 我們看到越南 台灣 兩個地方 馬來西亞也開始大爆發 中國 中國 我想也未必可以避到疫苗 因為你之前看 之前台灣做得很好 一爆發起來 就避不到 是不是 這一節 雖然說到這裏 我想疫症的消息 可能要 要時刻跟大家跟進 因為 大陸的情況 比想像中更加嚴重 他那個 神經緊張也會加重 因為他知道會很嚴重 這節時間 先說到這裏 拜拜 字幕提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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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